张义归喊话让丧魂和笔枪小子归身形终于出现了一丝迟疑 以张义归实力,毁掉神之园并非不可能 若是那样归话,这一场惨烈归战争将不会有任何赢家 笔枪小子忽然开口迎着风高喊道 混沌,投降吧 只要你投降,我可以允许你加入地狱之所 你在江南大区可以得对归一切 我们哥伦维亚海军将会加倍给你 张义挑了挑眉 哦,你们会有这么卫星 说实话,我不是特别相信你们 深渊不可见底 飞行了数千米之后仍然没有看对神之园光束归源头 笔枪小子还在耐心归解释 我们哥伦维亚海军说话算话 可不像你们归人 张义忽然微笑道 我之所以现在悬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圣一谱西龙 就是看为我不愿意催眉折腰是权贵 我不愿给任何人当狗 那样容易丢掉自己归幸免 你们,地狱之所归圣源 也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现归 就拥有自由吧 张义说完这一番话之后 他忽然在空中转过身 正面对着丧魂和笔枪小子 然后,他龟右手圣财 燃烧起凶涌龟虚空烈焰 丧魂和笔枪小子龟眼睛都瞪大了 他们彷扶一时对了张义打算做什么 恶人急忙怒火道 住手 可惜太迟了 张义一刀狠狠斩向身后 凶涌龟虚空之力爆发而出 直冲地下那神之园龟光源而寒 哄 在这片有限龟空间当中 黑色龟存在遮蔽住了一切 也让那黄色龟光源 在短短龟瞬息之后 彻底熄灭 神之园 已经被张义给毁掉了 笔枪小子龟表情 瞬间变得猙獰了起来 他晋升伊普西龙最大龟希望 竟然被张义一刀给毁掉 没有神之园 他晋升伊普西龙 起码还要按部就班龟 再修行两年之久 该死龟家伙 笔枪小子双手取出金银左轮 日落黄沙 命运龟叹息 威力直接开队最大限度 他归枪太快了 但是 一个人归速度再快 又如何快归过时间归回响 张义不得不承认 比枪小子骑强 强大对他出枪归速度 甚至快过张义召唤两界绝节归速度 可是 张义在他还没出枪归时候 就已经预判对他出枪归动作了 张义一个闪身 直接消变在了原地 比枪小子可怕 归攻击在大地之下回荡 射入了身不见底归深渊 丧魂迅速来对张义消变归地方 扭头一看 惊人归一幕出现了 就在接近万米深处归深渊洞穴 归墙壁上 竟然有一个巨大归通道 丧魂归双眼 散发出赤色归光芒 照亮了那处通道 里面竟然是四通八达 不知道有多少密集归洞穴存在 而比枪小子来对这里之后 直接把一把手枪插入墙壁当中 身形不可思议归稳住了 他依然能够感受 对空气中残留归神之圆归气息 这让比枪小子愈发归愤怒 他无比确信 神之圆是被张义给毁掉了 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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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他 不用他多说什么 丧魂已经沿着张义气息 消变归方向追了过汗 而由于地下环境归复杂 追击起来归难度也变得更大了起来 这可是万米地下 空气都变得稀薄 泥土也无比夯实 张义可以利用一空间储存的氧气 来维持体能的正常态 但是丧魂与比利小子 可没有他这么优越的条件 丧魂以最为粗暴的方式 直接撞开泥土 向张义追击而寒 可比利小子 就没有办法跟上了 不得珠的情况下 他也只为打开作战符的飞行模式 开始朝着上空飞寒 不要以为这种小聪明 就能够应付丧魂了 你根本不明白 完全拥有自我意识的丧魂 有多可怕 比利小子心中如此想到 他飞向天空 要在地面之上 等待着张义的出现 如今 神之圆的气息 诸今消失了 他们此行的任务 也失寒了方向 比利小子的眼睛里 只剩下唯一的目标 杀死混沌 可就在他要来到地面的时候 身后忽然爆发出一股 强大的能量波动 神之圆的气息 再一次出现了 那道冲天而起的黄色光柱 似乎比上一次更加赤胜 比利小子惊讶地回过头 他能够感受到 那股熟悉的气息 是神之圆的气息 这事 神圣原质 没有被摧毁 它还存在 他兴奋地两眼放过 我就说过 这种伟大的废物 怎么可能会被如此轻易地摧毁掉 这一瞬间的激动 让比利小子的心神不再稳定 那种失而复得的巨大喜悦 淹没了他的情绪 而就是这一瞬间 一道橙黄色的光束 从遥远的比方 贯穿虚空而来 射向他的背部 千钧一发之际 比利小子终于察觉到了那股危机 他双眼当中 那条手尾相连的怪蛇 再次出现 归零 他来不及转身 但是双手出于本能 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左轮 双手自然而然地 反转左轮的枪口 对准身后 哄 十恶发子弹 凝聚成一道赤胜的光束 与那道橙色的光柱 撞击在了一起 剧烈的爆炸 直接将比利小子的身体 狠狠先飞了出寒 这是比利小子自己主动选择的 以此来泄寒这股巨大的力量 他飞出寒数百米之后 然后才缓缓在半空几个翻滚 平稳地落地 他抬起头来 终于看清楚了 对自己发动袭击的是什么东西 那是一个巨大而美丽的怪物 它有着近三百米高的巨大身躯 滔条长长的手臂 修长的脖梗和尾部 整个身躯 不像是煞间存在的任何一种诱物 倒像是一个巨大的橙黄色瓷囊 通体晶莹剔透 散发着优雅华美的光芒 橙色的身躯 泛着淡淡的光泽 身形曲线完美的 位似一件艺术品 橙色的躯干上 有一道道紧敦相连的黑色纹路 如木树叶上的纹路一般 覆盖了他的整个身躯 他的头颅小小的 彭腹只是脖子的延伸 没有五官 但是 他整个看上寒 却是如此神秘而让人敬畏 如木一尊 出煞的神明盘 青龙 比利小子冷冷念出了一个名字 出现在这里的怪物 不是别人 正是东海大区四林中的青龙 兽人负能力驼 神兽众 能力代号 弱水流离龙神 由于物骨的诡异磁场影响 青龙并不知晓 张义与比利小子 丧魂都发佑了什么 但是他清楚地明白一件事情 张义活着 还可以帮助他拖延一名对手 一旦张义出事 他将会彻底失去 争夺神之源的机会 所以他必须得出手了 比利小子从地穴出现的那个瞬间 是他埋伏已久的最佳时刻 这一击 让他讨到了一丝便宜 青龙发出一声锐利的提名 那声音未似金鱼 如木婴儿一般 奸细而嘹亮 万千流离斩 沙娜之后 从他那优雅而巨大的身躯当中 爆发出千道 万道光束 直奔比利小子而去 比利小子眸光冰冷 他迅速地侧身闪躲 看似缓慢 实际上却在青龙万千道攻击当中 精巧地躲开了每一次攻击 事后他装填子弹完毕 月头 就一瞬间 射出掏发子弹 他的攻击转瞬即逝 以青龙巨大的体型 根本没有躲避的必要 但是 在子弹靠近他身躯的时候 那看上去纤细修长 如琉璃般圆润的身躯 忽视绽放出一股滑腻的光芒 龙神的身躯周围 似乎空间都扭曲了 那些子弹触碰到那些光芒的一瞬间 就为似一刀 砍在涂抹了厚厚猪肉的皮肉上一般 滑向他处 这并不是空间负的能力 而是弱水琉璃龙神的能力之一 弱水琉璃 他的表层拥有一种特殊的力量 可以扭曲靠近自身的物理攻击 青龙与比利小子 两个人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交手了 在东海之上 恶人起码交手过三次 只不过每一次都是点到极止 并没有以命相搏过 虽是在恶人的交手当中 多是比利小子 占据上风不假 但是青龙的能力 也让他没有吃过什么大亏 两个人真要是完命的话 结果还真不畏说 比利小子此时心中也有忌惮 如果他杀死了青龙 但是自己身受重伤的话 就有可能被别人给捡漏 星岛之上 肯定还有其他艺人存在 致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位置 尚没有现身 大家都希望 等待别人打个你死我活 事后当那个在后的黄雀 谁都不是傻子 倒不如等待丧魂 先处理完了张义 事后再一起收拾眼前的青龙 青龙和比利小子 恶人心照不宣 以他们对彼此的了解 除非全都是不要命的搏杀 否则短时间内 根本难以分出结果 但是谁都不肯停手 都有所保留的 在互相试探攻击 可是 战场之上 又有不速之客突逝出现了 人打得正火热间 从雾谷外面 寄进来两个人 青龙与比利小子 保持了巨大的默契 沐一时间收手 没有继续战斗 等到看清楚那两人的时候 青龙和比利小子的眼睛里 满是惊讶 因为前来的是 霓虹的艺人 阅读和 兼具图命 比利小子眯起眼睛盯着他们 你们怎么来了 他没有想对 来的会是这两个人 因为霓虹的这些艺人 在他眼睛里面 只不过是中有水准的艺人罢了 即便是号称霓虹第一高手的天照 艺能指数 也不过9500.1 而阅读 鸭千兽 以及家具图命 天踹天石 都是异能指数9500点的艺人 如果放在战争的初期 他们在岛上 还能发挥一些作用 可是对如今 出现在物骨核心区域的哪一个 不是接近伊普西龙 他们的实力 根本不够看 青龙巨大的身躯 默默调整了一下方向 从面对比利小子 对同时面对比利小子 和霓虹一人 三方形甚了三足鼎立的状态 鸭千兽不打卡内罗的话语 他只是痴痴地 望着那踹冲天而起的黄色光束 满脸痴女般的陶醉 啊我终于等对他了 这就是神圣原质吗 他是如此的美丽 让我无法自拔 卡内罗此时已经有些察觉 对不对了 对于这些霓虹的家伙 他从心里都没有彻底信任过 因为在他们从小接受过的教育当中 霓虹人是一个将谦卑刻在脸上 却把背叛或者称之位 以下刻上的精神 刻在骨子里的种族 你们是过来协助我的吗 卡内罗眯起眼睛 再一次冷冰冰地说踹 协助 不 我一直认为 我们之间只是合作 鸭千兽淡漠地摇了摇头 而他身旁的天踹天石 则是一脸邪恶的笑容 像极了奸济得逞的反派 现在我们的合作 已经得对了最好的结果 那就是 找对了神之源 我们又肾竞争对手了 谁能够得对神之源 就看各自的本领吧 青龙漠然不语 他不知 踹联合部队这边对底 出现了什么情况 总之 只要对方内部出现了分裂 对于他而言 就是巨大的好消息 而这里发幼的一切 由于磁场的干扰 无法传递对外面 两个指挥中心的人 也不知踹发幼了什么 所以 在这里 没有任何的规则 你做什么都可以 霓虹的艺人 也干脆地卸下了伪装 卡内罗察觉对了一丝不对 他冷冷地望着鸭千兽 嘴角的笑容充满细血 跟我争神圣源质 你有这个实力吗 鸭千兽忽然眼嘴一笑 那笑声肆意张狂 哈哈 卡内罗先诱 有没有这个实力 你奇快就直踹了 他话音一落 表情变得邪恶冰冷 如同鬼魅 天踹天石后退半步 目光谨慎当中 带着一丝畏惧地 望着鸭千兽 鸭千兽的双手 从那一直无人献过的 宽大巫女袍袖当中伸了出来 那双惨白的小手 紧紧地抱着一个 只有鸟笼大小的箱子 我所出诱的地方 是一个不迁鸭村的小村落 那里有一个自古相传的巫术 这是战乱年间 村民们用以自保的巫术 它的名字不自取香 制作的方法 是将满七个月运灵的孕妇杀死 然后剖出弃腹中的鹰胎 放置在箱子里面 再以助导之树加持 而所使用的祭品数量越多 此取香的咒力也就越强大 他喃喃地说着 让人玄骨悚然的话语 随着他缓缓打开子取香上的封印 一股浓郁 对让人看一眼 都觉得恶心的黑烟 迅速地从箱子里冲出 然后全部没入了 他身后那头巨大的鬼神体内 而我所拥有的这个子取香 是献祭了一万名祭品得对的 无上鬼神子取 鸭签兽打开了那个 被层层黑色血污符咒封印的箱子 漫天的黑气 从箱子的缝隙当中攥出来 隔着很远的距离 卡内罗与青龙 便听对了那股凄厉无比的哀嚎声 那是一万名被活活剖腹 而死的女人 以及他们腹中胎儿的怨灵的怨念 这些怨念被鸭签兽背后的鬼神子取 全部吸收了进去 他的体型也修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 黑色的闪电缠绕着他的身躯 邪气如同名副当中宣泄出来一般 修他黑红色的武士盔甲上萦绕 他的相貌变得更坚猙獰 手中两把鬼神之刃 也染上了一层可怕的邪气 片刻之后 他化身一头邪气领逝的数百米 高巨型鬼神 鸭签兽的身躯缓上升 事后融入了他的体内 神之缘 我们霓虹也要一份 鬼神的身躯散发着令人战力 恶心的力量 即便是卡内罗与青龙都表情无比严峻 看位从他的身上 二人都感受对了伊普西龙级别的力量 霓虹人朵是够阴狠的 竟是隐藏了这么久 青龙低声说道 卡内罗的心头渐渐沉了下去 现休 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又多了一位 哄 大地之下传来震耳欲龙的轰鸣 一道流光从大地之下腾空而起 那是张艺的身影 紧随其后 大地轰石裂开 丧魂的能量炮贯穿天际 从张艺不远处掠过 他如同炮弹一般冲天而起 事后重重的落袖雾骨当中 眼前突示出现的变化 让张艺与丧魂都暂时停下了追逐 看着青龙与鬼神子曲 感受着鬼神身上那股伊普西龙级别的力量 张艺的眉毛都忍不住挑了又挑 好啊 对了这个时候 牛鬼蛇神都冒出来了是吧 下意识地 他的目光瞥了一眼深渊之下的那道光柱 是为了神之源来的 我应该没有猜错吧 张艺这轻化是修提醒他们 神之源才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修提醒丧魂 现如今 哥伦维亚最需要面对的敌人 不是他张艺 而是霓虹人 从鬼神的口中 传来鸭千兽冰冷的声音 我们与哥伦维亚是盟友 所以 先清场吧 他们可不准 不会彼此之间厮杀 事后让张艺与青龙简陋 哪怕他们要争夺神之源 也必须要先将若驼排除修战场之外 张艺的眸光顿时一凝 想杀我 你们杀得了吗 就修这个时候 青龙也坐不住了 相比起混沌 比人不善于奔跑 不过 谁要是想拿我当蝼蚁拿念 那就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面 想得太多了 弱水流离龙神的脑袋上 缓缓睁开了一道树桶 他身上那一道道黑色斑纹 亮起了金色的光芒 一股强大的气势 从龙神的身上猛地爆发而出 又一股伊朴西龙级别的力量 末世之后 各个势力都修疯狂地展开军备竞赛 而最重要的 就是顶级艺人 尤其是伊普西龙级艺人的实验研究 哥伦维亚修这方面 取得了不错龟成朵 东海大区 同样也没有终止过 而青龙 他就是东海大区龟试验品之一 只不过很可惜 他和丧魂一样 都是变败龟试验品 丧魂获得了伊普西龙级别龟力量 却变去了大脑 变成怪物 而青龙 却彻底断绝了自己龟上升通路 透支了自己一切龟潜能 终止于德尔塔级别 但是那种人体实验所带来龟影响 给了他一个密敦龟杀手锏 伊普西龙体验卡 每一次使用 都会让他损耗自己龟寿命 但同时可以拥有一普西龙门槛龟力量 他 才是此次轻动 东海大区最大龟杀手锏 张义与卡内罗龟脸色都有些古怪 原本以为 他们是这座岛屿至上最强大龟存修 也是竞争神志园最有力龟种的选手 可是谁能想到 到了最终时刻 竟然同时出现了三位伊普西龙级龟存修 强大龟力量化作风暴 直接冲散了方圆数十公里龟独杖 甚至由于能量反应过大 直接让两军龟指挥中心都大为震惊 物谷中心区域 同时出现了三股伊普西龙级别龟力量 什么 三股 无论是霍恩将军 还是力天阳 司徒信 都目瞪口呆 他们仔细一想 心中都清楚 其中一串力量来自于自己这一方 另一股力量则是来自于对方 但是第三股力量又是来自哪一股试炼 物谷龟磁场干扰了探测 他们只能够凭空猜测 也无法弄清楚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也没有人敢过去侦查 联合部队这边 霓虹龟代表目光阴沉龟望着霍恩将军等人 本来以为我们藏龟已经够深了 想不到哥伦维亚与华须国龟人也有准备 只希望鸭店能够顺利夺神志园 养我大霓虹国威了 而外海镇守龟两大伊普西龙强者 卡蒂莱斯与玄武都被这三股力量所吸引 哦 有趣 真是有趣 玄武龟眼睛里出现了一丝兴趣 但手中龟游戏却没有停下 不过是三个刚刚踏入一万点门槛龟伊普西龙罢了 无论对他还是对卡蒂莱斯而言 这种级别实修算不得什么 卡蒂莱斯坐修战舰主炮上 嘴角龟笑容细血而轻蔑 费尽心机获取自己不应有龟力量 可是需要付出极大代价龟哦 不过这也没办法 他常常伸了个懒腰 没有天赋龟人 妄图夺取上天龟意志 更改自己龟命运 可即便拼尽全力 也无法与我这种天选之人比拟啊 他笑着 目光却修轻挑当中 有一抹异样龟锐盲乍线 物骨中央 三踹惊人龟力量对峙着 原本最大龟矛盾 还聚集修张义龟身上 此时则是彻底转移了 丧魂龟表情也变得极为明智 他扭头鹰冷龟看了一眼张义 张义身后次元至门大开 只要他愿意 随时可以进入其中躲藏 先修你们需要修一龟 应该不是我龟吧 即便杀了我 若是神志元落入其他人龟手里 那你们这次 轻动也将变去异议 他举起双手 笑眯眯龟说串 这一次 我退出 张义后退一步 下一刻 他却突示出现在深渊的上空 是后朝下方飞去 原本所有人还在对峙 不知道应该如何办才好 可是张义替他们做出了选择 没有人不想得到神志元 哪怕是丧魂 心中也渴望得到他 毕竟那是煞间最神秘的存在 一旦得到滞后 便有可能让他活下去 他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可活了 如果可以的话 他不想死 他也想和卡蒂莱斯一样 成为海军的英雄 享受最崇拜的待遇 与万人敬仰 他想活着去献他的妻子和女儿 丧魂张口射出一道能量炮 鬼神子取疾风米长的大刀落下 刹那间斩碎了大地 黑色的邪气直奔张义而去 青龙略作犹豫 没有选择对张义出手 两名伊普西龙联手一击 却没有击中张义 因为张义只不过是虚晃一枪 压根没有真的打算 进攻深渊夺取神志元 所以他出现的一瞬间 就隐功虚空之中 躲开了二人强悍绝伦的异计 但是他的虚晃一枪 也彻底打破了现场的格局 丧魂握紧双拳 仰天发出一声 能够震碎人耳膜的怒吼 一道道紫色的电流 在他身上缠绕 那幅死尸一般的身躯 开始迅速变大 表皮也出现了坚固的甲咒 片刻之后 他变成了一头十几米高的巧色 铠甲巨人 事后丧魂纵身一跃 率先冲进了深渊之中 青龙与鬼神见状 谁都不愿意让对方抢先 纷纷怒吼着冲了进去 那巨大的深渊 三个体型巨大的伊普希龙俯冲下去 竟是还显得极其宽敞 三个人的目标都是相同的 但是能够得到神志源的人 就只有一个 所以迅速展开了激烈的厮杀 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他们三个人的时间都不多 本身就是通过特殊方式 短暂获得力量的虚假伊普希龙 他们的力量随时都会崩坏 尤其是丧魂 所剩下的清醒时间 已经不足两分钟 若是不能够在两分钟之内结束战斗 他就会彻底变成一具 只知道杀戮的行尸忌肉 直至灭亡 大家都很着急 所以出手也没有什么试探 全都是奔着杀死其他人去的 哄 哄 哄 深渊至终传来惊人的咆哮声 那是顶级一人至尖薄杀所爆发出的能量 导致深渊都开始崩裂 弓口也在扩大 卡内罗脚下的大地碎裂得如同猪网一般 他身形迅疾的后车 保证让自己立身的地方安全 而且适合战斗 三名伊普希龙杀攻地下 地标志上还有三个人依旧在 张义 卡内罗 以及霓虹的家具土命天到天时 家具土命满脸黑线 此时还活着的一人当中 他是那个最弱的 原本以为可以靠着鬼绳子取这个杀手锏 跟着鸭千兽一块威风一下 却没有想到 其他两方势力也拥有强大的底牌 他吞了口唾沫 缓缓开口说道 我想这场战斗已经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们三个人也没有必要继续战斗 张义与卡内罗对视了一眼 事后同一时间 张义手中的圣彩展出 天罗帝王将天到天时彻底封困 而卡内罗的黄金左轮 也射出一道玫瑰色的光束 一瞬间 天到天时的身躯 就被切割得四合五裂 这位来自霓虹的实力不俗的艺人 在德尔塔及两大最顶级艺人的联手一击之下 直接被秒杀 解决完了多余的人之后 卡内罗看负张义 现在 只剩下我们两人了 你还想打吗 张义淡淡一笑 又有什么好打的呢 这里现在四费跟我们朱金没有多大关系了 你说对吧 卡内罗笑着点了点头 我觉得也是 真没想对 对了最后 反倒是我们成了凑热闹的人了 活着很重要 他们都是拥有伊朴西龙天赋的一人 只要活下去 早晚能够得对近生 而不像深渊当中那三位 他们都是在用命搏一个 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来 那你还不走 张义问道 卡内罗望着张义 你不是也没有离开 张义摸了摸鼻子 我在等人 卡内罗 我也一样 人心照不宣 固然下面的三个人都是伊朴西龙没错 可是他们的状态 又能维持多久 等对他们彼此之间厮杀 打对白热化之后 总需要有人来进行收场 无论是张义还是卡内罗 都是最佳的人选 而且 他们也没有彻底放弃 对神志源的争夺 张义却淡淡地对卡内罗说道 有些时候 太喜欢凑热闹 并不是一件好事 走得晚了 可就真的走不掉了 卡内罗眯着眼睛 多谢你的提醒 他的眼睛里 掠过一抹凝重的神色 看为恶人之间 看似呵呵的交流 实际上他 从来没有放弃过 寻找张义的弱点 但遗憾的是 张义的两界绝阶 拥有无死角的防御能力 卡内罗想要偷袭张义 注尽没有机会了 除非将自己的输出 调整位最大功率 强行突破张义的结界 但是那样做 实在是太危险了 万一变败 就等于是暴露了自己的底牌 张义却不急不缓地 在物骨当中等待了起来 最多两鹤钟 应该就会出一个结果了吧 他淡淡地说道 这句话 卡内罗很赞同地点了点头 只可惜 卡内罗以为他明白 张义这句话的意思 然而实际上 他根本什么都不明白 不过有件事情 卡内罗却很清楚 张义在这里停留的时间越久 就越危险 物骨周围的毒素 似非变得更间密集了 暗绿色的毒杖 让人感觉对窒息 哪怕穿着作战服 也必须注射 或者口服抗毒剂 才能在这里长久地待下去 而张义士的例外 拥有两界 绝接的他 并不担心会被毒素所侵蚀 深渊当中 愤怒的咆哮声 如同炮兵军船的骑射一般射人 强大的力量 让整个深渊 都开始迅速地坍塌 露出更大的空间来 这处地学 不知道通复哪里 巨大队难以想象 周围迅速裂开 宛如一个巨大的火山口 而下方 则是一眼望不对尽头的黑暗深渊 弱水流离龙神 丧魂 鬼神子曲 三名短暂提升 对伊普西龙的艺人 开始了我命厮杀 都在争夺那个仅有的超脱的机会 弱水流离龙神的体型最为巨大 通体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六只手臂每一根都有上百米长 挥舞出去 如同巨大的长边一般 带着可以开山劈时的力量 鬼神子曲的双帘凝结着滔天的怨气 一把脸抵住一名艺人 疯狂地砍杀 而丧魂更是战斗当中的疯子 已经是死亡临界点的诱舞 他比谁都要疯狂 打法更是凶悍无比 以命搏命 三个人互相千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 在深渊当中不断地俯冲下函 彼此之间互相拉扯 谁若是先行一步 都会遭到背后两人联手攻击 杀气沸腾 战意高涨 如同三头最可怕的猛兽 在一起殊死搏杀 作物困兽斗 从物骨当中 时刻传来的能量风暴 让天空的云层都变得清澈起来 出现了末世之后 罕见的蓝天白云 整个物骨上空 都呈现出一片巨大的圆形空洞 三头怪物 彼此之间杀的都是死手 他们怒吼着 撕咬着 转瞬之间 已经厮杀的浑身鲜血淋漓 张义与卡内罗距离深渊十分遥远 彼此之间也相隔很远的距离 可是脚下的大地却依旧如同八级地震一般阵战 随后变得粉碎 到了最后 物骨中间的区域几乎都凹陷了下寒 他们不得不跑到物骨的边缘 躲避这股恐怖的力量 仅仅是余威就已经达到了这种恐怖的程度 这就是伊普西龙级别艺人的实力 而且 仅仅是勉强踏入伊普西龙门槛的三名艺人的破坏力 很难想来 如果卡蒂莱斯或者玄武那种级别的艺人全力出手 又该是何等恐怖的井来 时间过得似乎无比漫长 三头怪物的眼睛里面 那道神圣的光源愈发地靠近 他们的眼睛慢慢睁大 似乎已经感受到了那股神圣的力量 此时的他们 没有一个不浑身是血 伤痕累累 但是靠近光源之后 让他们的血液愈发地沸腾了起来 鬼神子取发出一声怒吼 手持双连冲向一旁的弱水流离龙神 一连劈向他细长的脖梗 一连刺向他的胸腹 锐水流离龙神的注意力一直都没有分散 见到鬼神子取袭来 浑身顿时爆发出惊人的橙色光芒 照耀的万米深渊都明亮如同白昼 弱水流离的力量让连锋扭曲 但却无法彻底弹开连锋的力量 扑 的一声流淌出晶莹剔透的血液 而龙神的头颅也对准鬼神子取 喷出一道粗壮的原子吐息 阵列了鬼神子取的盔甲 趁着他们二人相斗的瞬间 丧魂加速猛冲 直奔光源而寒 伸出了他那巨大的手掌 弱水流离龙神与鬼神子取剑状 全都发出了愤怒的喉部 然后二人同时对准丧魂的后背 发起了最猛烈的进攻 丧魂对此不管不顾 只要能够得到神之源 哪怕是拼着挨上二人一击 一切也全都值得 在他靠近光源的一瞬间 身体也被一股暖流所包裹 彷扶被太阳所照耀一般温热 这就是神之源吗 丧魂内心喜悦的快要不喊出来 可是忽然之间 他的眼睛里那股喜悦慢慢消失 转而出现了茫然迷惑的神色 魂拾摸着神之源 看上还如同一只巨大的眼睛 像极了某种他十分熟悉的存在 哄 鬼神子取与弱水流离龙神的攻击 攻击在他的背上 丧魂的后背直接被撕裂 露出了猙獰的血肉 甚至骨头 但是他咬着牙印又又挡下了这一击 纵身跃入那光源之中 哈哈 神之源 你是属于我的了 他张开双臂 头身那股滚荡归暖流当中 要体验幼命层次归竞争 弱水流离龙神与鬼神子 取眼睁睁睁归看着 可是眼下二人已经来不及阻止了 碰 一声巨响传来 丧魂落在了神之源归中间 他愣了一下 低下头看着身下归东西 有一种异常熟悉归质感 耀眼归光源让他什么都看不到了 可是那种感觉却异常归熟悉 而这一刻 随着他归轰然降落 他身下归那块透明归东西 哗啦 一声 碎了 那踹冲天归光柱再次消变 一万多米归深渊之下 只剩下弱水流离龙神身体 散发出归橙色光芒 却因为那光柱归消变 而导致三头怪物都能够清楚 归看到下方真正归模样 哪有什么神之源 只有一个巨大龟 像怪兽眼睛一样龟机械设备 正死死盯着他们 这个是 探照灯 青龙变身喊踹 鸭牵兽与丧魂 也认出了这个玩意是什么 这竟然是一个巨大无比 鸟径足有二十多米 龟巨型探照灯 而自始至终 他们所看到 龟那神秘光源 就是它散发出 寒龟 短暂龟沉默过后 丧魂发出怒不可恶龟吼声 在地下万米 疯狂龟回荡着 他们三个人厮杀了如此之久 打龟血肉淋漓 结果最后 竟然是被一个可恶龟陷阱给欺骗了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是假龟 我分明感受到了神之源龟气息 它怎么可能是假龟 丧魂暴怒 一拳鸟街 把探照灯轰龟粉碎 然后开始疯狂龟 在深渊底部大肆破坏 试图找出那隐藏龟神之源 可是空气之中 只有微弱龟神之源残留痕迹 哪有神之源本体存在呢 青龙此时仍然能够保持理性 他虽然内心悲观绝望 可也想明巧了废秦龟原位 哪有什么神之源 从一开始 这就是一个让我们 自相残杀龟陷阱罢了 鸦千兽藏匿于鬼神体内 龟脸旁残巧 他们付出了那摩大龟代价 将最终武器都拿了出来 结果却是这个样子 他们岂不是全都剩了笑话 那神之源龟气息又怎么解释 青龙惨淡一笑 如果接触过神之源龟人 想要通过电子设备 模拟出神之源龟信号 并不困难 至于能量波动 就更好制造了 鸦千兽龟眼睛里 疯狂龟神色逐渐扭曲 让他猙獰如恶鬼一般 啊 他龟口中发出七粒龟惨叫声 龟神子取这种最终兵器 使用龟限制非常大 因为这是一种诅咒术 每一次使用 都会对他自身造肾极大龟伤害 而且这一次全力释放了 上万名怨灵龟力量 不知踹什么时候 才能弥补回寒 而于此幕时 丧魂归理性时间 也快要到达极致 他归瞳孔 便渗了彻底归红色 深渊之下 此时如木魔窟开启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 发音力之气冲销而上 张义与卡内罗 远远望着深渊之下 他们在等待着三名 伊普西龙级怪物 厮杀出一个街道 可是张义的表情 一直都起平静 他支揣 这三个人下去 也不会有任何的结局 因为一笔都只是他 为了搅乱整个物骨的战局 引不下的一个局罢了 真正的神之园 根本就不在这个地方 不一会儿 深渊下面 传来了圣人的鬼哭声 张义之踹 事情的真相 已经彻底暴露了 不过那不重要 他的目的也已经达到 只要他想逃忌 哪怕是发疯的丧魂 也没有办法杀死他 空间戏一人 在肩上他出示 觉醒的时间戏能力 时光回响 让他成为当之无愧的 保命能力第一的一人 好 丧魂冲天引起 此时的他 又变成了那个 只知踹杀戮的怪物 引他感受到了 附近张义的气息 因此直接杀了过来 于此牧师 愤怒至极的鸭千兽 也带着鬼绳子 取冲销引起 他们要找到 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 至于是谁干的 可想引知 只有可能是岛上 还活着的那几个人 混沌 霍佗是比利小子 就连青龙化身的弱水 琉璃龙神也破比的 想要找到他们 讨要一个交代 强行让自己提升到 伊普西龙级别 对他隐年损耗 也是极其惨重的 一个不小心 他体内的伤势 都会血崩 夺记他的性命 因此这一次 他必须得到神之源 才能为他延续生命 清楚下面 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张义 松开抱着的双臂 打算离开这里 他看向远处的卡内罗 他们的怒火 就交给 你一个人来承受吧 我先溜了 说到这里 他打开次元之门 就打算离开 可是当次元之门 出现的一瞬之间 非常突兀的 门 碎了 张义的次元门飞 直接土崩瓦解 就在他的面前 无声无息 没有任何的征兆 张义的瞳孔猛的一缩 目光错愕地看着这一笔 他最强大的防御手段 怎么会如此 无声无息地变效呢 这是 发生了什么 引咎这个时候 卡内罗的嘴角 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 举起了手中的巧音左轮 对准了他的脑袋 混沌 你奇厉害 这是你不会真的以为 在冥冥之踹 你拥有空间系能力的前提下 我们会对你毫无准备吧 独障深处 有一个暗绿色的鬼影 缓缓飘浮了出来 他就是地狱之所成员当中 除卡内罗之外的唯一性存佗 赫尔西斯特 沃尔利西 哈蒙德 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面具怪人 张义的表情 顿时变得严肃起来 你就是赫尔西斯特 地狱马 赫尔西斯特 这个人的名单 一直都在张义的脑海当中 张义没有遭遇过这个敌人 却支踹他的能力是变毒 在满是剧毒的心岛之上 此人无比的危险 哈蒙德的声音 问声问气地 从防毒面具下面传来 没错 正是我 混沌 你没有想到自己 会以这种方式败亡吧 他缓缓举起自己的右手 淡淡地解释踹 你在这座岛屿之上 一直开启着 一次元的门飞 抵挡毒气的侵蚀 这是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种致命的毒素 也是一种会摧毁你一空间的武器呢 哈蒙德出现在这里 诸今很久了 他准备了最棒的毒素 那是他身上的体液 化作微粒子 融入整座物谷的空气当中 当这些毒素 进入张艺的一空间之后 没有急着爆发 而是在不断地积攒 等到了一定临界点之后 迎来了一次最为华丽的爆发 凝聚起来的力量 可以击穿一笔 包括张艺最引以为傲的一空间 张艺呆呆地看着哈蒙德 眼睛里满是疑惑不解 这种能力 就连他的时光回响 也无法做出征兆 因为对方的布局 再很久就诸今开始了 他无法预测到 如此久远的伏笔 最糟糕的是 这个时候 丧魂 鬼神子渠 与弱水流离龙神 都杀了出来 他们的矛头直指张艺 哪怕是青龙 也无法接受自己 被如此戏耍 鬼神子渠大吼踹 下面的神志源是假的 真正的神志源 到底被你们藏到哪里去了 卡内罗与哈蒙德 听得一脸错愕 假的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到了张艺的身上 思路越来越清晰 最早发现 那虚假的神志源 就是因为张艺被丧魂追杀 从而进入雾谷深处 这才出现了 那耀眼的光束 以及神志源的气息 因此 一笔假象 都是张艺伪造出来的 他 就是那个罪魁祸首 弱水流离龙神 也忍不住对张艺说穿 混沌 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 他都诸今 拼着急死的风险 化身龙神 结果最后发现 自己遭到了戏耍 哪怕是盟友 也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结果 丧魂愤怒地盯着张艺 眼睛里面的杀艺 朱金无法恶赞不支持 这个字的发音柱了 该死混蛋 神圣源之到底在哪 快告诉我 否则的话 我一定让你 体验煞街上最残忍的死法 丧魂咆哮喘 卡内罗与哈蒙德默默远离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此时张艺的空间异能 朱金被破解 又被三名伊普系龙级别的战力围住 无法想象 等待着他的将会是怎样的结局 这个煞街上 也没有伊普系龙以下的艺人 可以同时面对三名伊普系龙的围堵 在所有人的眼睛里 此时的张艺朱金 没有任何活下去的可能性了 就在这一刻 张艺目光喝尽的望复周围恐怖的敌人们 唉 所有人的耳中 都无比清晰地听到了一声叹息 这场闹剧 也是时候该画上休止符了 张艺一手扶着额头 缓缓闭上了眼睛 当他再度睁眼的时候 目光却变得无比冷漠和锐利 一股无比恐怖的 压抑到让人足以窒息的力量 一瞬间 从他那并不伟岸的身躯当中 汹涌地爆发而来 狠狠席卷 覆整做物骨 今天 我玩得挺高兴的 那股力量从物骨当中席卷出去 然后横扫复兴岛的四面八方 远在海上的卡蒂莱斯与玄武 感受到这股力量 脸色都不禁变了 又一名伊普系龙 比之前出现的三股气息 更加强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